兄弟們有沒有洗臉 之前我介紹過一些男士的洗臉膏 但都是著重那隻牌子的迫油 但今次我介紹這隻牌子 近年冒起得很快 有威脅到其他牌子的情況發生 這隻Gatsby 這隻Gatsby的價格很有競爭性 近來因為萬寧減價 其實不只是萬寧 到到地方好像卓越那些都減價 我不知道它是否合在一起減 還是廠要它們減 由二十五個多至三十元 一錄減到二十元 如果這樣的話 不如我買幾支回來 試給大家看這五隻有什麼分別 Gatsby這隻洗臉膏 它有五個型號 是不是需要五個型號都賣光了 有時我們未必 我們有時就要看看什麼皮膚 如果譬如說我們是一些很油性的 我們又怎樣選擇呢 滿面暗瘡又怎樣選擇呢 如果皮膚清靚敗正的 我們又怎樣選擇呢 我立即試一試這五隻 究竟我們需要哪一個型號 去平時 早上晚上 為我們做一個深層的清潔 首先我會介紹一下這一隻 這一隻是最溫和的 它的清爽程度 亦都是沒有其他這麼冰涼 這麼爽的 但相對地它針對的皮膚 是一些清淡白正 沒有什麼問題 那些明星那些 你不用說不斷 因為我們有時 男人可能有很多死皮 很多黑頭 但這隻針對 是沒有這樣的徵狀 這些可能適合早上用 我們看看究竟 哇 全都飆了 我們看看究竟 這一隻 究竟支出了什麼效果 這一隻白痴痴 它很黏的 雖然它是溫和 但它其實也有少少涼涼的感覺 我現在就這樣塗 有少少像那些膏狀 很黏的 它很黏的 我試一試 開盆水 看看有什麼效果 我放一盆水 試一試 究竟塗完之後有什麼感覺 它比較黏一點 它比較黏一點 好像黏著你 這樣 如果塗在皮膚上 我相信 我感覺上 它不是太過刺激 它不會太過薄荷 不會太過清爽 也沒有膩 也沒有什麼感覺 感覺不是太大 我對這隻感覺 不是太大 可能它比較適合 早上 平時起床洗臉 那時候用 那這隻 我相信 不是適合一些 那麼油性 那麼刺激的皮膚 接著介紹這隻 它就說去黑頭 那是否真的 會做到黑頭去黑頭的效果 我相信就未必 但是 感覺上 這一支 是屬於一些 剛剛初期形成暗瘡時候 你可以作為一個 潔膚液洗臉膏的 一個參考 那它也寫著 這裡 它是屬於這些 不是那麼多磨砂的 少少磨砂的 那它也是屬於一些 冰涼的感覺 那它是適合一些 中性 和油性的皮膚的 那麼 看看 給大家看看究竟是怎樣 都已經飆了 它這支 跟剛才 綠色那支 一樣都是白色的 看看 摺起來有什麼感覺 那感覺呢 感覺到有磨砂 它的數量不是很多 我感覺到有磨砂 但是它的數量不是很多 看到有磨砂嗎 它都是一些黏性的 比較黏的 試一試 如果碰水之後 你洗臉的時候 會有什麼效果 的確碰水之後 感覺上 這支 會比剛才綠色這支 會比綠色這支 是有少少清涼的感覺 不算是很薄荷 但是有少少清涼的感覺 還有 有些磨砂 感覺到 你可以擦走一些 比較輕量的死皮 因為它磨砂不算多 所以 亦都是適合一些 皮膚問題 不算太嚴重的男士 接下來要介紹 就是這支 這支 它是 很多磨砂的 它的吸素 是屬於大量的 如果在這裏見到 屬於大量的磨砂 比起剛才 藍色這一支 它應該會是多 我會預期是多了很多 還有它有冰涼的效果 但相對地 它對應的皮膚 亦都不是太嚴重 這支 試一試 又飆出來 OK 看看有多黏 因為對上的兩支 都是黏黏的 這一支 這一支 其實是 很明顯磨砂是多很多 而且粗一點 大粒一點 我又不覺得有多冰涼 我試試濕一濕水 看看它會不會出了一些冰涼的效果 我還未感受到一些很冰涼的效果 但它寫著是冰涼的 我覺得冰涼程度 和剛才淺藍色這一支差不多 沒有它所說的那麼冰涼 剛才那支是清爽 這支是冰涼 但我暫時還未感受到冰涼的感覺 但很明顯磨砂是多一點 和大粒一點 可能死皮較多的藍士 就比較適合 這支 哇 竹炭 是否很有 很有噱頭 還有它四個是新的 是新的 還有這支也是 淺藍色這支也是 一會兒說回這支新的 這支有多新呢 後面就寫著它是沒有磨砂 但它有冰涼的感覺 它有冰涼的感覺 對應你的皮膚也是屬於一些比較中性的 偏柔的 看看這支燭炭是否黑色 這支呢 好像有料到 由於它沒有磨砂的關係 黏的程度和之前的都是差不多 都是很黏的 我感受到有冰涼的感覺 濕水後會不會冰涼的感覺 會不會冰涼的感覺 這支給我感覺是比剛才那三支 比剛才那三支 都是冰涼一點的 就是再冰涼一點的 還有它這個說是燭炭 燭炭的意思是否吸油呢 油控呢 我感覺上它這個 和這支綠色的感覺上是差不多 但是它這個再冰涼一點 基本上那個感覺 黏度和你擦的時候的感覺 都是差不多的 分別好像不太大 但是如果它的價錢一樣 這支好像比較划算 然後介紹一下這支 這支呢 哇 清爽 除油 這支呢 是它那個針對的皮膚 是針對最頂級的 油多 和暗瘡的 但是相對地 它是沒有磨砂的 沒有磨砂呢 我相信它是 是怕你捉的時候 捉爆了暗瘡 這樣就不是 沒有了 知道整個臉都是 相對地 它那個清爽的程度 也都是不夠 觸碳這支這麼清爽的 那試試它是否真的 不夠這麼清爽 和沒有什麼磨砂 感覺上呢 其實這幾支呢 除了觸碳這支之外 其他都是差不多顏色 都是白色的 感覺上 它都是黏的 它都是黏的 有少少清爽的感覺 這支有少少清爽的感覺 但是很可惜它是沒有磨砂的關係 所以就算有多清爽都 你擦不走死皮 那這一支呢 雖然它對應一些 比較敏感一些 和暗瘡的皮膚 但是呢 就好像 沒有一些 真是深層的清潔的感覺 我試一下 下一些水 都是有少少清涼的感覺 它又不是去到冰涼 但是有少少清爽的感覺 這支感覺上 就好像跟這支差不多 我覺得跟這支差不多 但是這支呢 它就有磨砂 但是它有少量磨砂 那這支完全沒有磨砂 它們的定位就比較是 我覺得這五支的定位 是比較近 和比較混亂 不能夠很明顯地分別 告訴你 究竟你是適合用哪支 每一支呢 我都測試過了 我覺得它們的分別不大 這支呢 就較為突出的 因為它呢 不像其他型號一樣 全白白 這支呢 就真的有觸碳的感覺 唯一可惜呢 就是它們那個型號 實在太遲了 那每一支呢 你不能夠 告訴那些消費者 究竟你是需要用哪支 雖然它後面也有寫明 究竟你是屬於什麼皮膚 就用哪一支 但是我覺得它們的感覺 實在太相近 這兩支呢 是華動人新款來的 但是它們的定位呢 亦都是夾雜了在 溫和和嚴重的中間 那所以呢 如果是二摘其一的話 這一支會較為好些 因為它有冰涼的感覺 和它針對皮膚呢 都是油性 加上它有觸碳的效果 我覺得呢 它這支呢 是適合用在一些 早上起床的時候使用的 那至於你說 晚上呢 需要用到深層清潔的話 我會建議用這支 因為它呢 它的磨砂呢 的程度呢 是比任何一支呢 都是多的 和大粒一點的 那適合男士的皮膚呢 那我們晚上呢 洗澡的時候 就磨走死皮 那第二天呢 再用這支來清潔呢 那上班呢 就沒得了 選兩支 一早一晚 那就已經足夠了 Gasby這支牌子 因為其實這五個型號呢 其實都好像 感覺上都好像 分別不是很大 但是譬如其他牌子的呢 我感覺上呢 分別會大些 對應的皮膚 不同的程度呢 亦都是明顯些的 如果訂閱我頻道的話呢 我送一支給大家 那你們五支裡面 你自己選一支 全新的 選一支全新的 那希望你們 訂閱我頻道 和留言 多謝大家